在這裏我想將四個留言一起講 主要是來自一位朋友黃書懷 他寫說,小數不服從多數,輸打贏要,選來做什麼?上街就可以了 然後他又說,順著想下去,選來真是沒用 反正兩黨都是大把人不喜歡,未來的政治制度 是要設計出一個能夠產生人民歡喜的政黨 都很難,這就是他的留言的一部分 另外,他在另一個我的視頻上也說了另外一個留言 這個用英文寫的,他就說 I think people definitely need to represent a representative It is not because they can't speak for themselves It is because that no one or organization can listen from all people at the same time Someone is needed to summarize all the voices of everyone So that others can understand the problem It is not about speak, but listen Even in the smallest group of people, representative is needed Not to mention a nation, people can't actually become the government Only the representative can Saying that people don't need representative It is just like saying human body doesn't need a brain The cell in the brain is actually representative of the whole body 基本上他就說 我們人類就是需要有代表的 因為不是我們人類不可以為自己說話 而是當然人類出聲的時候 沒有一個人能夠聽到所有的聲音 所以有些人做一個所謂summary 將它結合成為一個聲音 當然一般的聲音就不可以作為一個政府 只是代表成為政府 就等於我們人類的身體 沒有覺得大佬作為統籌是不可以的 With this conclusion that representation is necessary Democracy should be defined as representative really speak for people of the entire nation 他就說如果結論是這樣的的話 民主的代表應該定義為甚麼呢 就定義為代表真正能夠為人民說話 I don't think voting process can guarantee the representative to speak for people Whether one government is more democratic than another should be based on formal analysis rather than a few characteristics 他就說現在的選舉制度不能夠真正肯定代表是為人民說話 一個政府是不是民主呢 應該從多方面比較完整一點的分析 然後才可以決定 不可以只是靠幾個特徵 接著Future Video 10 就有個回覆給他 我讀完之後 我一次過把這四個一起說 Future Video 10 就寫給黃書華這樣說 No, you are wrong People don't need representatives who don't and can't speak for them 黃書華你不對 人就不需要代表的 因為那些代表不是代表他講話 也不可以代表他講話 How can the representative not listen to the people they support to represent Like in the US government system The representatives couldn't care less about what most of the average American citizens have to say 他就說 那些代表呢 誰會聽人民的話呢 他舉個例子 那個例子就是美國政府 現在美國政府的所謂代表 根本完全不關心市民想說的什麼 representatives are just lines of a fake democracy 代表只是一個假民主的謊言 Everyone can speak for themselves and they should be the right should have the rights and opportunities to do so 每個人都可以為自己講話 他們應該是有個權利 和有個機會為這樣做 What makes one person or few person have more rights to say whatever they want and control over the other 19.9999% of the population 他就說 有什麼東西可以使得一個人呢 或者幾個人呢 可以有個足夠的權力 去代表其他的 99.9999的人口呢 In a real democracy Each person's opinions counted towards whether it's a majority opinion or not The opinions of the majority form the decision and result 他認為一個真正的民主 應該每個人的意見 都要計算在內 如果是多人的話 那就是成為一個決定和結果 You or just a few people don't decide how the government system operates the people decide not you or a few politicians alone 你或幾個少數人 不可以決定政府的制度 如何運行 是人民決定 而不是你或少數的政治人物 這是Future video 回覆王書懷 我自己的看法 從他一開始講起 少數不服從多數這個問題 基本上是少數服從多數 這是一個矛盾 為何我說是矛盾呢 原因是因為 譬如我現在有幾個朋友 聯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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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不是一個公平的社會 換句話說 少數服從多數 少數的利益 是否可以在這樣的情況下被犧牲 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所以 少數服從多數未必一定是可行的 而所有民主國家都有一個所謂憲法 憲法裏面都有規定 譬如人民有一定的自由權利 有一篇文章 他裏面提到幾樣東西 現在的所謂自由民主政制基於三個原則 第一就是Poperty Right 即是你有一個財產擁有權 第二就是Political Right 你有一個政治權 第三就是Civil Right 你有一個生存權 這三個三權並立 這個民主政制 通常就是這三個權力之間的鬥爭 譬如在財產方面 多數都是一些所謂精英分子 他們有錢 有力 他們就希望自己的自身安全 因此他願意 如果我讓你參加這個議會 你要確保我的財產和性命安全 於是他們就有一個所謂 所謂的Barketing Chip 因為如果大家不同意的話 我有很多錢 可以把錢拿走 或者可以對國家有任何影響力很大 所以他們可以利用他們的影響力 而買他們的所謂安全 而Political Right 通常就是大多數的中下階層 中下階層的人 他們知道他們的人數多 所以雖然他們未必有很多財產和財力 但是如果他們結合在一起的話 一樣有一個很大的力量 可以抵抗這個所謂財團 或者是精英分子的財力 因此他們也有一個Barketing Power 他們說 可以給我們一個安息 可以合乎我們生活需要的社會 我們就不反你了 我們就不會造反了 即是不會重新發大革命的 血腥的革命 將你們推倒 他們有一個Barketing Chip 第三類人士 最關心的是什麼 就是在那個社群裡面的 所謂少數民族 那些少數民族 譬如我們舉個例子 可以在美國裡面的黑人 或者是其他地方那些 所謂少數的民族 他們基本上就是 錢又沒有錢 但是人數又不夠多 因此他們也沒有什麼 可以拿到那個所謂的 譚盔桌上面 去Barketing 去討價還價 他們根本沒有辦法討價還價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這些人通常就是被剝奪 很多很多權利 譬如現在我們舉個 美國裡面的黑人 他們又沒有錢 也都不是大多數 但是所以他們現在 被警察 濫殺之類 很多時候他們又冤無路訴 這個原因 因為他們在政治上面 是沒有辦法有一個籌碼 拿出來 他們既然沒有政治本錢 所以在一個民主的 所謂討價還價的過程之中 他們是一個 弱勢的群體 因此他們沒有什麼能力 做反 你要做反 不是不行 但是你一定要 起碼 在那個 道德立場上面 可以說服到 其他那些 所謂大多數 是同意他們 被壓榨 被欺負 那麼他們就有機會 可以 利用一個 所謂的 political power 利用了 大多數 的人 可以抵抗 這個 由少數控制的 壓制形式 現在我們看到民主社會的 所謂的 缺陷 我們是否要走這條路 我不知道 大家可以 聊一聊 至於就是 我們需要不需要政府這個問題 我們就覺得 沒有辦法 我們沒有辦法 不需要政府 一定要政府 原因是 為什麼 因為有很多事情 我們需要一起合作去解決 好可惜 現在很多政府 並沒有 真的 一起做這件事 譬如 我們現在看到 就是 未來氣候 改變這個事實 這個事實 已經在 但我們 如果今天不做事 的話 我相信 我的孫之類 那一代 將會非常難捱 天氣會變得很厲害 他們可能 生存空間 會被壓縮得很少 全世界人 很可能 要很劇烈 在很急速之下 下跌 這個我是完全不想見 但很可惜 就是 今天選出來的 所謂民主社會 那些政府 尤其是現在 主要都是民主社會 大部分的民主社會 都不能夠做到 解決這個問題的決策出來 這個決策 一路推一路推 其實已經在 一九七幾年代 已經被提出來了 所以現在說 超過五十年 但現在我們的時間 越來越少了 所以 我也挺悲觀 所以 這是一個 民主政制的另一個 缺點 就是他們 做不到一些 應該做的事情 即是 不能夠真的 代表到 市民 但是 無論如何 市民的事情 不可以個人 都自己做 因為 人類社會的進步 是基於一個分工的原則 我們大家既然可以分工 即是 換句話 有些事情 我們要把決策權 交給其他人做 比如 國家安全 比如 現在我說的 氣候問題 或者 那些 國家裡面的 所謂 物質上的 那些 民生問題 之類 很多時候 需要有人 專門去做 但是 做這個人 是不是一個 代表是最好 還是一個 專家小組 會好些 呢 這就是我現在 開始提出的 質疑 當然 譬如 Future Video 聽他的 看法 就是 應該 用 代表制 代表制 這裡 有一個 我已經在其他視頻 講了一個 基本的 假設 假設大多數 一定對 但是我們知道 知識不是這樣的 大多數 一定對 所有的 所謂科學知識 基本上 都是扭轉了 我們所謂的 直覺 例如 牛頓定律 裡面的 惰性 或者是 能量 行手 或者是 我們基本上 任何所謂 真正的 有用的 知識 都不是 大多數 認為對 當然 通過 那個教育 慢慢普遍之後 很多 知識 就有 通過教育 傳了去 大多數人 身上 所以大多數 都可能有一個 比較正確的認識 但是這個 不保證 每一個決定 大多數 一定對 那麼 既然大多數 一定不對 不一定對的話 我們一定要尋求 如果我們真的要解決問題 不是 隨便找個 所謂解決辦法 去試一下 就行 不可能是這樣 我們要解決問題 一定要找到正確方法 才可以解決到問題 那麼 所以大多數 不一定可以找到答問出來 如果大多數不一定 找到答問出來的話 而代表呢 亦都不一定代表到 所有大多數 所以我們現在 面對的問題 就是 我們怎麼可以找到一些 所謂專家小組 去協助解決一些 大問題 專家小組 我就強調這個 不是精英 不是精英的概念 精英的概念 就是那個人 什麼都懂 人人都很厲害 那你就是精英 但我現在說的是 專家小組的意思 你每一個問題 有每一個問題的範圍 在這個範圍裡面 是有人 在這個世界上 我相信是有人 對這個問題 曾經做了很多很多的研究 即是換句話說 有人已經看了很多很多 其他的所謂解決辦法 所以我們把問題 交給專家小組去解決 就怎麼都好過呢 交給所謂的大 即大多數 因為大多數根本 第一 大多數未必真的 了解過問題本身 即是 了解已經未到 第一個 要先對這個問題 要先了解 第二 我們要引起那些大多數 是對這個問題有興趣 亦都不是每個問題 人人都有興趣 有些問題 人人都沒有興趣 覺得不關自己的事 沒有興趣 有這類東西 變成那些沒有興趣 或者對那個人的認識 不知道 他們那一票 如果除了一個隨機的變數來講 應該是互相抵消 即是說那一票沒有意義 那既然是這樣 這一大堆的所謂代表票數 我們是不是真的 一定要加上去 成為一個所謂Noise 而很多時候 那些Noise 就大過真正的Solution 聲音 這樣的話 我們怎麼可以在這麼多Noise 之中 那麼多的草音之中 選到一個正確的聲音出來 選到一個正確的答案出來 這是一個問題 所以我現在考慮這個問題 我想跟大家會有些不同 第一 我不是完全支持民主 因為民主我看到不是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法 但我亦都不會反對民主 因為民主的確也都可以使到政府是有所謂的掀制 不能讓一兩個人壟斷了所謂的政治程序 因此就為自己的利益上了 那就是問題 所以又回頭領袁 就是我們可以選到一個領袖 那個領袖真的沒有私心 可以真的放個心出來為公家做事 不是為私人做事 而他也能夠接受專家小組提供的建議 而這些建議是用上市的形式去執行 如果執行成功的話當然是最好 如果執行不成功的話 我們要另外尋找答案去解決問題 政府最終都是應該做一些 人民單獨自己做不到的事 這就是我認為政府應該這樣 所以我和兩位朋友的看法有點不同 大家交流一下 沒什麼所謂 拜拜